我有一刀 可占天人 电视剧《雪装和刀行》正在热播 北凉翁世子游历三年终于回到王府 变成顽固少爷 可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表象 心思深重的徐凤年知道 只有好色荒唐的行丧深入人心 自己才可以活得更久一些 要说这回北凉路上遇到的三次刺杀 可谓是大有深意 其局迷雾重重 在师父李一山指殿下的徐凤年 自以为行的结局 却不料人外有人的海蜀徐霄 机关散尽先人一步 甚至连自己儿子都在他的棋局中 成为了一枚棋子 足以见得徐凤年之腹中成腹是从何而来 可也正因为徐霄智勇双前 才使得徐家在北凉树敌无数 生前尚可一己之力 护住家中亲戚 死后这三十五万北梁军交于谁手 徐孝心中早已有定论 几次三分的建议徐凤年习武 目的就是培养出一个可以统领三军的人 现在的徐凤年虽然心中有勾合 可一个不会武的长官根本不能收复人心 以宁恶美为首的武将大多支持徐龙相 这位小王爷天生顺利赤子之心 大抵这才是上阵杀敌之人心中的统帅 公于心计城府的人 注定只能在背后做幕僚 可徐龙相心中毫无防备 极易被人利用 要想保得于家甚至北凉平安 那么就是徐凤年手染鲜血 学会杀人 要么就是把徐龙相送走再不回来 在得知弟弟黄妈被送去武当 拨去利己之后 徐凤年下定了决心要把黄妈带回家 世人相传徐凤年文库任性实在不错 纵然知道自己是必须做出抉择 可还是赖在武当不肯走 最终在逼到绝路的情况下 徐凤年决定袭的大皇庭 武当掌门王宠楼生枝 即便是隐士的他们也需要找到靠山 距离最近的北凉就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把自己习得的大皇庭 全部传给了徐凤年 刚接触武学的徐凤年天赋异禀 顺利从王宠楼身上得到了大皇庭 他的江湖之路算是开篇了 再加上得知老黄去武帝城 赚王新枝 最后死在城墙上的悲凉结局 徐凤年下定决心好好修炼 终有一天自己要去武帝城打败王新枝 拿回了黄楼在武帝城墙上的六把宝剑 就这样带着使命和信念 世子三世彻底进入了江湖